歡迎收看今集宜居溫哥亞 我們是溫哥亞地產經紀Joey 我是Maggie 今天來到Polygon建的發展項目Perola Polygon原來很久未來到Metrotown 6年了 這次有一個項目叫Perola 是一個high rise building 我們快進去看看 我們去看看地圖 Perola的地址是5900 Olive Avenue 你看到這個就是Metrotown 其實它算是Metrotown以西北的位置 因為Kingsway這裡是斜斜的 你看到這一邊是有其他的development 有其他Bosa 早前的Bosa在這裡 之前的Novo在這裡 後面這條街其實非常方便 因為它走路都到Patterson Skytrain 以及是Central Park的入口 我覺得它有一個特點不一樣 是因為它跟Metrotown也有一點距離 但是你也走過去或者坐Skytrain 所以又不會那麼逼潔 對啦 所以如果你不想住這麼多繁忙的中心點 你可以遠離一點點 隔幾個block 但也很方便 對啦 我們看看模特兒 Patterna就 total是39層的 但是它第一層就是Amenity Floor 也在Lobby 也有兩個單位在 39樓不是Pan House 它的Sky Lounge就會在39樓 38樓就是Pan House 連這裡對出它會有一個 Low Rise 6層高的Wood Frame 它是Mix of Market 和Non-Market Rental 在這個建築裡面 所以Patterna本身的建築 裡面就是沒有Rental 挺有趣的 因為它樓下有Gym的Amenity 再加上Sky Lounge的1樓和39樓 好像三文字一樣夾著 剛剛好 1樓39樓 總共有2萬呎 還有它的Concierge是有16小時的Concierge 這棟大廈還有冷氣 還有它的成家期是Fall的2026年 你看到1至38樓都是沒有Sky Floor 真的有每一層都在 你看到這個差不多是20樓的單位 在中間 每一層都有一房兩房 而Pent House全部都是三房 而最美的景點應該是西南邊的 這棟大廈 因為它是Central Park 以及Sky Train Patterson 前面是Kingsway 而Metrotown是另一邊的 所以這個模特兒是向北的 這就是Kingsway 它是在Olive Avenue 大約這個位置就是Central Park的位置 這就是西南邊的 看看個例子 12樓的西南邊 你看到這個已經是公園了 我們可以再去高一點 36樓 這個景點很漂亮 可以看到Downtown的海 我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們低層一點 15樓的 例如向東的景點 日後就是Sky Train 你看到另外一邊就是Metrotown Crystal Mall後面 或者這邊也是Future Development 所以向西南是最美的景點 而向東、向北 日後都會有建築在附近的 我們來看看Future Plan 它一房間分別就是A和A1的Future Plan 其實分別只是面向分別 看看Plan A大概是536-548呎 Polygon也是最美的Future Plan 所以你看到它一房沒什麼浪費 非常事正 我們先看看兩房 兩房也是分B和B1 也是面向不同 我們看到這些是比較好的兩房的Layout 分開兩邊的蝴蝶房 剛剛Joey提及到漂亮的單位 兩房的西南就是Plan D 它是一個單邊的兩房兩尺 大概850呎 看到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它這個deck 整個wrap around 難怪漂亮 因為你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景 而且它的房也很平均地 spread out 沒有空位 這個Sky Lounge39樓 好像直接去了Las Vegas的頂樓 這個景色會超級美 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 Katering呢 你想請朋友來找廚師來煮東西吃 這個房間很適合 很適合 你開派對之餘還可以看到漂亮 超級外面的餐廳 當然了 我們先看看 這個就是平面圖 剛剛講究 39樓就是Sky Lounge 一樓就是Fitness Centre和Spa 沒有泳池的 但有健身室 有Sona Yoga 還有油氣室 Jacuzzi 全部在一樓這一層 Miggy今早喝了咖啡嗎 還沒 我請你喝咖啡 這個顏色的 我們等一下去看看 這個白色Sky Lounge 就沒有的 我們現在快點進去看看 今次的showroom 因為太多ColorSky Lounge 分開了一半 我們現在看的 就是Chai Latte的ColorSky Lounge 只是做了廚房 和洗手間給我們看 今次Paul的說話有點不同 她的appliances 今次做了廣告的upgrade 所有appliances 除了微波爐 全部都是用了Fulgor Minano 雪櫃、露頭、Oven 全部都是用Fulgor Minano 這個雪櫃挺漂亮的 對 而且不是很大 不是那些小的雪櫃 但是記住 它的appliances的尺寸 都會因應你選的房間 一房間會小一點 兩房間會大一點 三十吋 一樣 我覺得都是貫徹Polygon的設計 它的櫃很多 我記得你經常說 Polygon的樓 廚房的櫃 除了間隔漂亮 還有廚房櫃檔 對 做到上頂 還有 Cabinet Underlighting 都做完了 很典型 他們全部的配件都給你 Polygon的用料 我想客人都很熟悉 但今次加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先交給你介紹 不是 高科技的東西 當然是交給高科技的殺手 我知道有這個 Digital Lock 在你的門上可以按鈕 或者用卡 可以開門 對 它說是Hot Wire 所以停電都沒有拍 都是可以開到的 還有這個我知道 在Lobby 如果有人想按鈕 看看有哪個朋友過來 如果你的朋友找你 你在家裡就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reject 不讓他上來 不讓他上來 這一個Polygon 就說他們是第一棟大廈 跟Talus合作 所以所有的單位 每一個客戶 都會有這套東西 在他們家屋裡面 我覺得很方便 因為你除了可以 第一有保安的效果之外 你也可以在你的電話 或者iPad 可以控制溫度 控制大門 鏡頭 所以很多不同的apps 都在 我覺得這東西都不錯 它的light switch 也是 對 我想日後都會很普遍 但它先領先做了 對 因為經著時代的進步 越來越多需要這些電子科技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Color Scheme的洗手間 現在看一下Earl Grey的Living Room的顏色 這個就深色了 Polygon很少做到這麼深色的 你通常看它是白色系列為主 或者暗一點 或者暗一點 這個這次真的比較暗 但是我覺得也有一批粉絲 喜歡這些深色 可能打你 看來沒有那麼多 灰藍色的 有一點 挺有趣 挺漂亮 但我覺得它的石和灰都配得不錯 嗯 不會太花 有些看到很花 這個都OK 我覺得 而這個樓底就是8呎的ceiling drop ceiling 你看到這些lighting都會跟著 如果我們去到Living Room 9呎的樓底 那就沒有Portlight 但它有一個吊燈 這個showroom有房看的 我們先進來看一下 OK 它大概做了這個主人房的size 其實都OK的 兩邊都可以有 放到一個櫃 所以可以放到一個King size 或者Queen size bag 都沒問題 它這個就是Display item 那這次呢 我覺得抵讚了 他們這次的walk in closet 終於 對 有這些格 對 還有它有這些燈 對 就是以往有些project 它們是沒有include的 現在開始有了 現在開始多了 所以我看到這些我就特別開心 因為很貴 看看洗手間 我覺得這個洗手間顏色更漂亮 對 我又覺得是 我喜歡深色一點的洗手間 而且它的石和外面是不同的 所以 兩個可以混合就好了 不過是沒得混合的 這個反而洗手間是cool的顏色又挺漂亮 好像很舒服的感覺 我喜歡洗手間的衣服 是 成家日期這個project 就是2026年的Fall Deposit Structure 寫offer的時候是30萬元 現在7天之後就bring up to 10% 之後6個月就15% 之後18個月之後就是total20% 是的 它的Stratafee是5毫一呎 包含所有的 amenity 你看到很漂亮的skylunch 所有的gas 熱水等 全部包含在裡面 我們先說一下價錢 它一房的單位 今次有點不同 它一房 八樓以下那些是沒有車位的 那些大概是65萬起 但是Polygon說如果你想買車位 它都會給你的priority 四萬元 都是現在的market price 還有EV worth in 所有parking都是EV的 九樓以上的一房 全部都有車位 那些大概接近60多 接近70萬起 那兩房 全部都有車位 那些大概80萬宗起 那些三房 不計Panhouse來講 那些三房 全部會在矮層 大概是二三四樓 那些大概是125萬起 所以要高層一點的三房 就只有Panhouse來選擇 Panhouse 38樓 會有五個單位 那些是190萬起 要注意一點 就是某一些單位的露台 或者是廳裡面 小部分單位是有儲位的 你要看清楚那個floor plan 那我們又來樓盤分析了 Polygon對上一次 在metrotown起樓 是甚麼時候 很久沒有見他們 差不多六年了 六年沒有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其他發展商 在metrotown一直這樣起 但Polygon 差不多事隔六年之後 終於在metrotown出手了 我覺得 首先要講一下地點 因為metrotown非常方便 但亦都是非常繁忙和密集的 有些客人說 我真的不想住到中心點 一到樓下就是商店 食肆的話 你這個block就適合你了 因為真的走可能 走十多分鐘就到metrotown 而sky train 真的走幾步就到了 還有跟蹤Polygon的project 或者發展商的賣家 你知道其實Polygon的風格 都是那種很穩固 很平實很穩固 所以你看到他今次選擇的地點 所以都很穩固 他的colour scheme 就是他的design 所以又不會太過浮誇 最重要是他這次的價錢 為甚麼好像我剛剛說到 他一房要這樣去分 就是因為他想把價錢拉低一點 所以他把一房的價錢拉低 也可以入門 變了不需要車位的人 變了價錢可以拉低一點 因為其實很近sky train 所以不需要車位的人 價錢又可以親民一點 就可以上到車了 其實他不算貴的 除了入門價外 因為Polygon的layout的實用性很高 他真的沒甚麼浮誇 你看到任何for plan 都會覺得很實用 沒甚麼浮誇 所以你給的錢完全是值的 而且那些赤數都不會太小 但是我看那些一房 其實都是跟白尺起的都不錯 好了這個樓盤已經開賣了 我想查詢更多的資料 記得聯絡我們JM 到你收看今集 以及溫哥話 記得CLSS 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下集見 拜拜